iPhone 5 或者是iPhone Touch 第五代 大家好 我是CNNMC 西傅 那如果你現在是用iPhone 5 或者是iPhone Touch 第五代的話 有時候你會有一些應用程式 它這個地方還會有黑黑的地方 那 這裡有時候會覺得很麻煩 就很討厭 那 我今天要跟你們介紹一個CDR tweak 可以解除這個黑黑的東西 那 叫做 Screen Extender 所以你只要下載完之後呢 就到設定裡面 那 勾選 你要讓它 變長的 這個應用程式 那出去之後你要讓它respring 所以 我直接用NC Settings Respring 好 接下來respring完之後 呃 就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應用程式 你看就變高了 好 那這個就是Screen Extender 有時候 呃會非常好用 你看現在我這裡有兩條黑色的東西 那 如果我再用Screen Extender的話 就可以解除那個黑色的地方 所以 Screen Extender真的有時候真的會感覺非常好用 那 如果 喜歡的話可以趕快去CDR下載 這個是免費的 一個應用程式 所以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或者想要看更多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 也不要忘記去CDR MasterC 或者Facebook粉絲團 去按個讚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囉 掰掰